詩子山學會 陳曉慧女士 詩子山學會不會出聲 因為香港有很多怪的現象 如果要說的話會說到斷氣 我們今天來的原因是因為繁忙時間 雙層巴士載下量只有幾個 在物理上來說 如果要推動一輛十多噸的雙層巴士 要用的能源 那輛巴士載下量不夠 就算用太陽能去推動 都會推動一輛十多噸的雙層巴士 都是極致不環保的 更加不要說只有幾個客人的時候 在馬路上霸這麼多路面 阻礙其他道路使用者 浪費他們的時間 而最最最不公義的地方 就是要其他多人乘的巴士乘客 補貼這些無人乘 不環保極致浪費的雙層巴士 各位 我們是時候要解放這些巴士公司 將一個權利給他們 令他們可以定立自己的路線 價錢和營運的方式 讓他們可以真真正正 和其他交通工具去競爭 當巴士和其他交通工具 鬥到七彩的時候 巴士公司的服務 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服務 就會越來越好 當他們鬥到難分難解的時候 我們每一天 最想用最合適的方法 由A點到B點的人 成為最大的贏家 民選政客 其實和沒有民意的基礎官僚 其實都是一樣 整個小朋友這樣 當巴士路線是玩具 新的路線 要不要 要 但是舊的 不玩的玩具 可不可以扔 但是又不行 可能你會說 如果巴士路線大重組的話 公公婆婆不懂得 但會很慘 Sorry 可能你錯了 今天香港的公公婆婆 就是當年 做就香港經濟奇蹟的人 麻煩大家 不要沒那些公公婆婆 還有最後想說的是 如果你是巴士公司 當你知道如同其他交通工具去搶客的時候 你又會不會想回一些招數去通知 以及留下一些客人呢 多謝主席 好 下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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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我